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套在今天 他们认为说 要持续向法国采购这一些武器装备 这样子来制衡美国 才有办法F-35或者其他的装备出售给台湾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 为什么空军跟海军对于法国的装备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好感 这个原因说起来还蛮简单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 1992年9月1日 法国公开宣布出售60架幻象2000Dash-5战斗机 给中华民国台湾 紧接着第二天 1992年的9月2日 老布希总统在德州的沃斯堡通用动力的工厂里面 直接宣布出售台湾150架F-16AB型战斗机 除了IDF在1988年已经顺利出场 而在1989年5月28日完成首次的试飞 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前苏联的解体 这个时间是在1991年的12月25日 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巴契夫辞去了他的职务 所以在苏联解体之后 直接影响到欧美各国的军火业 所以当时的达梭公司 还有法国造舰局 他们这些造船厂 他们都面临了经营上的困境 因为各国都不断的缩减军备 还有裁员 因为最大的威胁 苏联已经解体了 也象征冷战的结束 所以像美国的造船业 它的军舰的建造能量 从那时候一路开始萎缩 所以1991年的12月25日 到1992年就第二年的9月1日 法国公开宣布出售台湾60架 幻象2500型的战斗机 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所以当年的国际情势 使全世界的军火业全部不景气 可是对照现在全世界的军工产业 股价一飞冲天 因为乌尔战争的影响 所以各国全部都在扩充军备 在这个情况下 法国并不缺台湾这个顾客 所以我们从幻象2000 它的延寿案就看得出来 法国的态度 像我们的F-16AB型战斗机 就跟美国合作进行中售旗的改良 升级成F-16V 原来想用这样子的机会 也同时制衡法国 看能不能让法国同意 也让台湾的幻象2000型战斗机 可以进行升级 结果法国只同意延寿 就是让我们的幻象机队 维持现有的战力而已 所以它连中售旗的升级 都不愿意的情况下 你如何可以期待它 会出售更先进的武器给台湾 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 现在就不存在 打法国牌来制衡美国这件事情 那当然有很多人就会说 空军里面为什么会这么多人 支持幻象2000型的战斗机 而且海军的Lafa业级巡防舰 它目前仍然担任 非常重要的战备任务 这也是有其他的原因 当法国出售幻象2000Dash 5 这一型的战斗机给台湾的时候 当时法国自己使用的战斗机 主要还是幻象2000型的C型 所以当年法国出售给台湾的 幻象2000Dash 5 这一型的战斗机 是比法国空军自己使用的战斗机还要先进 那我就想到海风洋洋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 海军跟空军他们在对外采购这些装备的时候 他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跟美国在当时打交道的话 感觉都是美国要施舍给台湾的感觉 而且美国跟台湾这边在接触的时候 一定要闭人耳目 约在旅馆啊 或者穿便服啊 感觉像休假的方式来进行 可是法国当时的态度 只要是公务 他们的军人一定着军服 因为法国把这种军火交易 当作商品在出售 只要你有钱 你就是最好的顾客 所以他们在跟法国打交道的过程里面 这种感受的差距是非常大 因为美国的军售是外交的一环 它会有整个外交政策在支配 可是法国他们是从他们国内的产业来做出发 所以像法国的造舰局 虽然他们是现役军人 但是同样的 他们也是军火公司的主管 所以当时台湾所采购的幻象2000H5 这一款战斗机 虽然法国只出售了空对空部分的功能 所有对地对海的功能都没有 不过在对空所有的功能里面 它是完整的 包括当时法国最先进的MICA 云母飞弹也一并出售 而且当年在接机的时候 进行相关的换训任务 法国的教官 他是请郎相授 对照之下当年接机F-16的时候 一开始只采购到了麻雀飞弹 这是一种半主动的中程空对空飞弹 跟MICA云母飞弹这种主动雷达导引的飞弹 差距了一个世代 而且在美国初期接装的时候 美军对于我们空军 他的换训科目限制是非常多的 可是这些都是当年的那一个时空背景 因为当时美中进入了蜜月期 所以当年的美国非常谨守 美中三个公报 尤其是817公报 里面对台湾的限制 对比之下 法国对于已经要出售的这些装备 只要是出售 基本上有钱就可以搞定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海军 当时法国自己所采购的拉法夜级巡防舰 也还在建造当中 而且基本上它并没有反潜相关的配备 当时法国主要的巡防舰是花月级 这是前一代的巡防舰 所以台湾采购拉法夜级巡防舰的时候 也是法国当时最新的设计 当然很多朋友会说 拉法夜级上面的配备 到了台湾配备美系的装备 其实这在当时都是在它的设计规范内 所以它的作战系统 法国也协助了整合 在没有升级之前 台湾的康定级巡防舰 它的武装仍然是超过 法国自己采用的拉法夜级巡防舰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这是法国拉法夜级巡防舰上面的武装配备 法国的原装是100公里的舰炮 在台湾就换成76快炮 虽然口径比较小 但是可靠度超过了法国制造的100公里舰炮 法国也只配备了八连装的响尾蛇飞弹 这是一款红外线导引的短程防空飞弹 在台湾的拉法夜还配上了两座40公里的快炮 也换装了中科院自己的雄风二型反舰飞弹 所以在作战系统跟雷达系统 都跟法国的装备是一样的情况下 当年采购的拉法夜级巡防舰 等于是超前了30年的设计 这也是台湾现在大型的舰艇里面 仍然是最先进的存在 因为像基隆级驱逐舰 还有成功级巡防舰 都是1960年代跟1970年代的设计 而拉法夜级巡防舰 它是80年代之后最新的设计 也开启了全世界逆中军舰的先河 所以像法国的幻象2000型的战斗机 采用的国家 包括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希腊以及印度 这些国家它对于法国的装备的爱好程度 跟忠诚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目前全世界的国际情势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军火供应 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状况 这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在2023年12月 就是四个月之前发表的报告 因为受到乌尔战争的影响 所以刺激了需求 可是由于生产的问题 使得各个军工产业没有办法提高产量 目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陷入的供应链问题和劳动力短缺的困境 所以让全世界的军工产业 他们在2022年的收益是下滑的 这是由于供给上的问题 而且他们预估未来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需求会放缓 所以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法国的军工产业 它的生意好到不行 所以包括法国的哈法战斗机 还有他们法国生产的其他的飞弹 甚至连法国的潜舰 现在在市场上的活跃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回到目前的国际局势 法国在短期内 要出售给台湾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所以空军目前 当人趁着预算的额度足够的时候 编列了大笔的预算 来让幻象2000型的战斗机 可以实施延寿计划 来确保未来的15年到20年 它可以维持战力 基本上幻象2000型的战斗机 在空防的部分的表现 仍然是非常的优异 不过再转回来 我们这几天所讨论的F-15EX战斗机 这个话题 假如在未来的10年内 F-35这一项采购案 没有办法获得实现的话 采购F-15战斗机 就变成是台湾不得不的选择 也不能说是不好 由于台湾目前国内 中国的同路人 第五众队协力者 他们的表现越来越出色 所以在美国的角度来看 出售F-35逆中战斗机的风险 可能过高 假如改成出售F-15EX战斗机给台湾 纵使发生泄密的状况 至少还在美国风险可以管控的范围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假如F-35的案子一直没有办法获得同意 那这样子或许台湾采购F-15战斗机 反而变成这个阶段最适合台湾的选择 因为就会如同美国的部分学者所分析的 台湾是属于防守的态势 所以我们不用飞进大陆进行逆中的攻击 而有F-15的出现就可以让台湾的火力可以大幅的增加 而且它又具备了制空、制海以及对地打击多功能的任务形态 所以假如真的美国有一天突然出售了F-15战斗机给台湾 相信我也不会太压抑 这或许是现阶段唯一的选择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换下两千就会开始规划除疫 所以我要再强调一下 在1990年代当时的时空背景 是美中蜜月期 所以美国当时对台湾的管制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在今天这个国际环境之下 反而是变成只有美国比较有可能出售先进的装备给台湾 甚至进行了陆海空三军的相关的训练 这个反而都是现阶段法国没有办法提供给台湾的这些军事装备 以及军事训练的这些服务 另外套一句我们财务管理理念 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铃 能够先掌握可以取得的先进装备 这一件事情对台湾现阶段的防卫力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再强调一次 以美论在这时候主要会伤害我们跟美军之间的合作默契 还有信任度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很反对以美论这件事情 尤其我对于某位资深记者一直说 中国这种入侵的行为他称对方为攻击军 这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 因为入侵者怎么会叫攻击军呢 我们是保卫自己的家园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只能称为防守军呢 对不对 他用这样子的形容词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 当然也有朋友留言给我希望可以进一步了解F15战斗机跟幻象2000 还有F18战斗机它们之间在性能上的差异 这我们会在明天进一步来跟大家说明 也让大家知道为什么F18在现阶段已经不可能采购 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